如何判断和提高你的人类能量级别、情绪的能量频率 科学早已揭示出 宇宙间万物的本质是能量一切都靠能量的转变而运作 这里要透露一个更大的秘密所有存在的一切都有一定的意识水准和能量水准 之所以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去接触经典、文学著作、音乐、绘画名作等 是因为他们的能量水准和经典的能量水准根本不相应 也就是他们无法与经典保持共振 也就理所当然的不会去读经典了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教授大卫霍金斯花了30多年研究 发现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的隐藏的图表一个有关人类所有意识的能级水准的图表 相信这会让你大吃一惊 不论是书籍、食物、水、衣服、人、动物、建筑、汽车、电影、运动、音乐等等 统统都有一个确定的能量级 绝大多数流行歌曲的能级都在200以下 无怪乎很多人都表现出低意识能级下的行为 流行的文化大多数都是低意识、低能级的 参考440赫兹的阴谋 大多数电影都把观众的能级降到200以下的水准 回收你的大脑、文化工程师、大众媒体操作系统 正试图把你烤成脑瓜半焦的白痴 以消耗从他们残喘世界骨渣所生产的一切垃圾 按干脆说关掉电视 泰瑞斯麦肯南、Terence McKenna美国作家、医学家 已对迷幻药的研究与用、易经、来推论2012年预言文明 请参考文章《易经和蘑菇神秘语超验》的交接点 世界上85%的人能级都处于200以下 1994年的测量结果 具体的说 现在到2006年指是78%的总人口 全人类的平均一是能级位207 1994年测试的结果 每年还在变动 到2006年的测量结果是204 2007年的测试结果是205 人类集体意识能及停留在190打几百年之久 奇怪的是 在最近的10年里突然跃迁到了207 到2006年的测量结果又变成了204 2007年的测量结果为205 因此预言家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就自动破产了 他们的预言是在人类意识水平低于200的时候做的 如果人类长期处于低于200的能级水准 的确会给世界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 并终造成对人类的伤害 这个跟马亚预言有很大的关系 相关试验的概念和理论都经过运动机制学 超过25年实践的检验 运动机制学拥有差不多100%的准确性 它只会呈现对与错 真与假的结果 对与假的答案 肌肉是无力的 对真的答案则是强壮的 喷洒过有机农药的苹果的实验 人造甜味剂实验 放在口里 纳在手上 藏在信封里 测试者不知情的情况下都表现为肌肉无力 任何是假的结果的测试都得到肌肉无力的回应 有力的模式和健康相关 无力的模式和疾病相关 每一个想法 情绪 词语和行动都有各自的模式 在每个当下 我们不是趋向健康就是疾病 这说明一个问题 我们要不是选择健康的 那就是选择了不健康的 同样的 我们选择的想法要不是积极健康向上的 那就是消极被动和负面的 除非超然到没有思维的水准上 而那个状态要达到能及500以上才能到达 集体意识 这些实验表明 有个更高的能量把每个人每样东西都连接了起来 而且即使在大脑不能意识到真实的情况下 仍然能测出真实来 通过测试 人们认识到 事物的真实性在他们没有意识到时仍然是存在的 在人类社会 少数高能级的人的能量等同于大量低能级的人的能量总和 一个能级300的人相当于9 0000个能级低于200的人 一个能级400的人相当于40 0000个能级低于200的人 一个能级500的人相当于75 0000个能级低于200的人 一个能级600的人相当于1000 0000个能级低于200的人 一个能级700的人相当于7000 0000个能级低于200的人 12个能及700的人相当于一个阿瓦塔阿佛法 如佛陀、耶稣、克里希那 能及在1000的人奇妙的是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 在每一个相续的时代都有等同一个阿瓦塔的大师数量存在 刚好和所有其他低能及的人相平衡 这是宇宙更高层面的一个安排 维持地球的整体能量的平衡 随着地球进入新的时代 更多的人将迈向高能及 地球的整体能量也要提升到一定的水准 这需要更多人参与到这个全球觉醒的活动中来 更多的人要迈向开悟 更多的人要充满爱和喜悦 这也是我在此公布这个秘密的一大原因 能及250是一个人过上有意义 顺意生活的开端 因为这是一个人出现自信的能及 当某人的能及由于外在条件而降到200以下 他就开始丧失能量 变得更加脆弱 更加为环境所左右 一个人有时候的能及高 其他的时候低他的能及水准是所有这些时候的平均数 能及的起伏跟一个人的心境直接相关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一个人人逢喜是精神爽 也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汉克 Abraham Hicks是吸引力法则的原创者 和资讯传输者 其资讯核心为Just Be Happy 教导我们要快乐喜悦的根本所在 当你喜悦的时候 当你出于那些高能及的心境的时候 你的吸引力会是成千上万倍的增强 图 极简就是甜蛋之族 也就是最大的快乐 细细体会一下 如果不是某个有智慧能量的人给你一个他的提示 你怎么会看到更高的可能性呢 古艳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是不是这样呢 所谓一日为师 终身为复制者的作用的确是非比寻常 故说要和成功的人在一起 那个意思是成功的人有他们好的磁场 此成功不必然是世俗 金钱 名利的积聚 反而是一种快乐斜线正向斜线平衡的指标 以此类推 同时他们可以给你不一样的教导 这也是主动去应和吸引的法则 人以类聚 那么如何提升个人的能及呢 或许你也猜到了 就是放弃低能级的东西和高能级的东西待在一起 这包括具有更高能级的人 高能级的书籍 音乐 电影 录像带 画像 工艺品 温和的猫 以及可爱的狗 这里特别提出来 如果你有条件 可以考虑养一只宠物 比如猫或者狗 他们的能级都是500 对 比很多人都高多了 他们能敏捷地觉察出你当下的心境 不妨把他们作为你提醒自己的一个触发器 如果有人问 那么其他的动物呢 我得说 这里面设计的范围太广了 给你讲一个刚要性的指导 最好选择素食型的高等动物很好理解 也就是说 选择的动物以食草性的比食肉性的好 高级动物比低等动物好 这里没有歧视的意思 而是大自然造化的直接结果 这个伟大的秘密 如果你能融会贯通 将真实地改变你的一切 让你真的踏上全新生活的道路 后文将给你更多的提示 副提升自我能及方法之 享受一周国王般的生活 这里我要谈谈镜子的第二个大的用处 享受国王般的生活 什么意思呢 你会问 他的意思是 要敢于生活在世间存在的最美好的事物中 用一周的时间力去过一种高雅的生活 使这个世界已经提供的最好的东西环绕在你的左右 引诵一首优美的诗 开始阅读一本伟人的自传 欣赏一幅古代林画家的绘画 播放一张最好的唱片 听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 语读的本发向上 充满个人魅力的人会面 观看日出和日落的壮景 鼓励把自己从生活中那些毫无价值的思想 毫无价值的行动和毫无价值的关系中挣托出来 在一周内 如果你真的只用最好的东西来填充你的生活 看看会发生什么 啊 最美的文学作品 最优美的艺术品 最壮观的自然景象 产生出最杰出的你 只要你使世界上最精彩的事物陪伴在你身边 那么你的生活会过得和国王没有什么区别 哈 对啦 你也想到了这一切也是在营造一个高的能量场 让那些高能级的东西营绕在你周围 自然就会引起你的高能级震动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所说的一周是针对你从来没有那么久 去保持一个高能量场而言 做到这个之后 你可以永远的保持下去 但面对你自己能级的更替 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时候 你的周遭环境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的电脑资料会全部消失 但是你不会懊恼 反而倍感轻松 你的环境会换 新的人脉和关系等让你如鱼得水 这种能级的更替是跳跃性的 或者说是量子性的 就好比氢原子的电子跃迁一样 不是均匀渐进式的 而是跳跃性的 同样 你的能级的更替也是飞跃性的 除非你能承受更高的能级 否则这一切都不会变化 我想指的是反过来说 如果你的生活一成不变的话 说明你的能级没有LIP到更高级 负 情绪的能量频率 人的情绪有各种振动频率 情绪越正面者 能量越高 反之则越低 传统固有的人生训会 强调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但这样的教会 在科学昌明的今日社会 难道只能一种道德教条 无法以科学方法来证实吗 直到看到心理学家 戴维尔霍金斯在骑着的 Power vs Force 注意 才让我们大开眼界 知道善恶报应的背后 还真有其科学根据呢 善恶有频率 爱因斯坦的职能方程式说明 物质就是能量 物理学家已经证明 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固体都是由旋转的粒子组成的 这些粒子有着不同的振动频率 粒子的振动使我们的世界表现成目前的样子 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 科学家已经测量过人在不同的体格和精神状态下身体的振动频率 结果让人大开眼界 戴维尔霍金斯 David R. Hawkins Power vs Force 通过20多年的研究表明 人的身体会随着精神状况而有强弱的起伏 他把人的意识映射到一横线一千的范围 主而 任何导致人的振动频率低于200的状态会削弱身体 而从200到1000的频率则使身体增强 霍金斯发现 诚实 同情和理解能增强一个人的意志力 改变身体中粒子的振动频率 进而改善身心健康 死人的频率没有意义 邪念会导致最低的频率 当你想着下流的邪念 你就在削弱自己建高 依次是恶念 冷漠 痛悔 害怕与焦虑 渴求 发火和怨恨 傲慢 这些全都对你有害 但信任在250是中性的 信任有益于你 在网上的频率依次是温和 乐观 宽容 理智和理解 关爱和尊敬 高兴和安详 平静和喜悦 在600 开悟 Enlightenment 在700 1000 他遇到过的最高最快频率是700 出现在他研究特里萨修女 1910到1997 或1997年 莫贝尔和平讲 的时候 当特里萨修女走进屋子里的一瞬间 在场所有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幸福 他的出现使人们几乎想不起任何杂念和怨恨 1000被称为是神的一智或精神 这是绝对力量的频率 圣或更高传说 耶稣在村子里的出现 使为上来的人们心里除了耶稣什么都没有 注意 Power vs Force The Hidden Determinants of Human Behaviour David R. Hawkins Paperback 34 EPP Publisher Hayhouse Inc 助二 美国著名的精神科医师戴维霍金斯博士 D.R. David R. Hawkins 运用人体运动学的基本原理 经过20年长期的临床实验 其随机选择的测试对象横跨美国 加拿大 墨西哥 南美 北欧等地 包括各种不同种族 文化 行业 年龄的区别 累积了几千人次和几百万笔数据数据 经过精密的统计分析之后 发现人类各种不同的医师层次都有其相对应的能量指数 自摘录其主要项目如下 一开悟正觉 七百到一千 二安详极乐 六百 三宁静喜悦 五百四十 四爱与崇敬 五百 五理性量解 四百 六宽容原谅 三百五十 七希望乐观 三百一十 八淡定性赖 neutrality 两百五十 九勇气肯定 两百 十骄傲轻蔑 一百七十五 十一愤怒仇恨 一百五十 十二可爱欲望 一百二十五 十三恐惧焦虑 一百 十四忧伤奥悔 七十五 十五冷漠绝望 五十 十六罪恶谴责 三十 十七羞愧耻辱 二十 低于两百能及思想封闭 能及三百一十是全然常态 神 二十羞愧 羞愧的能量及几近死亡 它犹如是一世的自杀行为 巧妙的夺去人的生命 在羞愧的状况下 我们恨不得找各地方钻进去 或者是希望自己能够隐身 这是一种严重摧残身心健康的状况 最终还会让我们的身体致病 Cilt 三十 内疚 内疚感以多种方式呈现 比如懊悔 自责 受虐狂 以及所有的受害者情节 都是无意识的内疚感 会导致身心的疾病 以及带来意外事故和自杀行为 它也经常表现为平凡的愤怒和疲乏 Apathy 五十 冷淡 这个能量级表现为贫穷 失望和无助感 世界与未来都看起来没有希望 冷漠意味着无助 让人成为生活中各方面的受害者 缺乏的不只是资源 他们还缺乏运气 除非有外在的帮护者提息 否则很可能会潦倒致死 Greave 七十五 悲伤 这是悲伤 失落和依赖性的能量级 在这个能量级的人 过的是八辈子都傲丧和消沉的生活 这种生活充满了对过去的懊悔 自责和悲痛在悲伤中的人 看这个世界都是灰黑色的 Fear 一百 恐惧 从这个能量级来看世界 到处充满了危险 陷害和威胁 一旦人们开始关注恐惧 就真的会有数不尽的让人不安的事来临 之后会形成强迫性的恐惧 这会妨害个性的成长 最后导致压抑 因为它是让能量流向恐惧 这种压抑性的行为 不能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Desire 一百二十五 欲望 欲望让我们耗费大量的努力 去达成我们的目标 去取得我们的回报 这也是一个意上瘾的能及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个欲望会强大到 比生命本身还重要 欲望意味着累积和贪婪 愿望可以帮助我们走上有成就的道路 但是欲望却能成为 到达比知晓更高层次的跳板 Anger 一百五十 愤怒 如果有人能跳出了 墨和内疚的怪圈 并摆脱恐惧的控制 它就开始有欲望了 而欲望则带来挫折感 接着引发愤怒 愤怒常常表现为 怨恨和复仇心理 它是一变且危险的 愤怒来自为能满足的欲望 来自比之更低的能量级挫败感 来自于放大了欲望的重要性 愤怒很容易就导致憎恨 这会逐渐侵蚀一个人的心灵 Pride 一百七十五 骄傲 比起其他的较低能量级 人们会觉得这个能量级是积极的 而事实上骄傲让人感觉好一些 只是相比其他更低的能量级而言 骄傲是具有防御性和异兽攻击性的 因为它是建立在外界条件下的感受 一旦条件不具备 就很容易跌入更低的能量级 自我的膨胀是骄傲自大的助推机 而自我常常是异兽攻击的 因此骄傲的演化趋势是傲慢和否认 而这些都是抵制成长的 以上二十横线一百七十五低能级的频率 若把一个人经常曝露在这种能级的环境 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以下这一则新闻可以让我们了解 长性接触低能级斜线负面能量的影响 全球约有十万人专门为你删去不堪入目的网站内容 工作内容过滤色情、暴力、虐待、仇恨言论、种族歧视等内容 这些内容过滤原多来自外包公司 薪水福利远不如正值员工 还应看太多变态画面 大都心理受创 平均做三至六个月就离职 连线Wired杂志报道 这个为社群网站、影音分享网站等过滤内容的劳力密集产业 从业者需不断浏览最新上传内容 立即删除限制及贴文与影像 这工作看似轻松,其实严重影响身心 公司大都有心理医生治疗员工的创伤后症候群 下班后画面常挥之不去对人性更灰心 不久就要靠喝酒烟毒甚至吸毒 加入低频活动来抒压 个人若是对低能级的环境人士毫无所觉 那么就算自己是个身心健康的正能量人 久而久之也会身心困乏疲累 忧郁或暴力症后会传染 多半由于正能量者对自己接触的人士、活动、媒体、环境等缺乏警觉所致 上吐各种低级能量所触发情绪的气场震动形式 Courage、200、勇气 到来200这个能量级 动力才显端以勇气是拓展自我 获得成就、坚忍不拔和果断决策的根基 再比之更低的能量级 世界看起来是无助的、失望的、挫折的、恐怖的 但是到来勇气的能级 生活看起来就是激动人心的、充满挑战的、新鲜有趣的 在这个能动性的能级 人们有能力去把握生活中的机会 因此个人成长和接受教育是可行的途径 对于那些能够打击能量级低于200的人的障碍 对进化到200能级的人来说 则是小菜一碟到来这个能级的人们 总是能尽数回馈足够多的能量给这个世界 而低于这个能级的人们则是不断地从社会中集取能量 丝毫没有回馈 低于这个能级没有什么积极的 因此没有什么创造性建设性的 人类集体意识能级停留在190打几百年之久 奇怪的是 在最近的10年里突然跃迁到了207到2006年的测量结果又变成了204 2007年的测量结果为205 Neutrality 250 淡定 到达这个能级的能量都变得很活跃了低于250的能级 意识是趋向于分裂和刚硬性的 淡定的能级则是灵活和无分别性的看待现实中的问题 到来这个能级意味着对结果的超然 一个人不会再惊艳挫败和恐惧 这是一个有安全感的能级 到来这个能级的人们都是很容易与之相处的 而且让人感到温馨可靠因为他们无异于争端 竞争和犯罪这样的人总是镇定从容 他们不会去抢迫别人做什么 Williness 310 主动 这个意识层次可以看作是进入更高层次的一道门 在淡定的层次的人会如实地完成工作任务 但是在主动层次的人通常会出色地完成任务 并极力获得成功这个能级的人的成长是迅速的 他们是为人类进步而预备的人选低于200能级的人 他们的思想是封闭的 但是能级为310的人们则是全然敞开的 这个能级的人通常是真诚而友善的 也易于取得社交和经济上的成功 他们总能有助于人 并且对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来 他们也乐意面对内在的状况 也不存在较大的学习障碍 鉴于他们具有从意境中崛起并学到经验的能力 他们都能够自我调整 由于已经释放了骄傲 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 并学习别人的优点 Acceptance 350 宽容 在这个能级 一个巨大的转变会发生 那就是了解到自己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自己才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 低于200能级的人则是没有力量的 通常是自己为受害者 完全受生活所左右 这个看法的根源是 认为一个人的幸福和苦难 来自某个外在的东西 在宽容的能级 没有什么外在能让一个人快乐 爱也不是谁能给或夺走的 这些都来自内在宽容意味着让生活如他本来的样子 并不刻意去塑造成一个特定的模式 在这个能级的人不会对判断对错感兴趣 相反的 对如果解决困难 他们则乐于参与他们更在意长期目标 良好的自律和自控是他们显著的特点 Reason 400 明智 超越了感情化的较低能量级 就进入有理智和智能的阶段 这是科学 医学以及概念化和理解能力形成的能级 知识和教育在这里成为资历 这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大政治家和高级法庭审判长的能级 爱因斯坦 佛洛德 以及很多其他历史上的思想家都是这个能级 这个能级的人的缺点是 过于关注对符号和符号所代表的意义的区分 明智并不能让人走向真理 它只是能制造出大量的资讯和文档 但是缺乏解决数据和结果差异性的能力 明智本身是通往更高能级的一个最大障碍 在我们的社会中能超越这个能级的人缝毛铃角 Love 500 爱 这里的爱并非通常意义上各种媒体所描述的爱 通常意义上的爱很容易就戴上愤怒和依赖的面具 这种爱一旦受到挫折 立马就能转变成愤恨引发愤恨的爱是来源于骄傲 家为能满足的欲望 而不是真的爱 这个500能级的爱是无条件的爱 是不变更的爱 是永久性的爱 这种爱不会动摇 它不是来自外界因素 爱是存在的基本状态 爱是宽容 滋养和维持这个世界的 它不是知性的爱 不是来自头脑的爱 它是发自心灵的爱 爱是总是聚焦在生活美好的那一面上 并且增大积极的经验 这是一个真正幸福的能级 世界上只有0.4%的人 曾经达到这个意识进化的层次 Joy 540 喜悦 当爱变得越来越无限的时候 它开始发展成为内在的喜悦 这是在每一个当下 从内在而非外在升起的喜悦 540能级也是拥有治疗和精神独立的能级 由此往上 就是很多圣人和高级修行者 以及治疗师的能级 这个能级的人的特点是 他们具有巨大的耐性 以及对一再显现的困境 具有持久的乐观态度 以及慈悲 到达这个能级的人 对其他人有显著的影响 他们持久性的关注 会带来爱和平静 在能级超过500的人看来 这个世界充满了闪亮的美丽和完美的创造 一切都毫不费力的同时发生着 在他们开来是稀松平常的作为 却会被平常人当成是奇迹 来看待冰死体验 在他们的转变中特征性的出现 这也让他们体验到能量浮动 在540、600之间的经验 Peace、600、平和 这个能量层级和所谓的卓越 自我实现以及基督意识有关 它非常稀有 一千万人当中才有一个人能够达到 而一旦达到这个能级 内与外的区分就消失了 感官被关闭了 在能级600及其以上的人的感知 如同慢镜头一样 时空悬停了 没有什么是固定的了 所有的一切都生机勃勃并光芒四射 虽然在其他人眼里这个世界还是老样子 但是在这人眼里世界却是一个 和宇宙源头进化一起协同舞蹈的 不断浮动进化的流转 这是一种非同寻常 无法言语的现象 所以头脑保持长久的沉默 不再分析判断观察者和被观察者成为同一个人 观照者消融在观照中成为观照本身 能极为600到700之间的艺术作品 音乐和建筑能临时性的 把我们带到通常认为的通灵的和永恒的状态中 个人觉得 灵极限的伊赫列卡拉修兰博士 以Helicolor Hulin Ph.D.灵极限 创造健康 平静与财富的夏威夷疗法 就是修炼到这层次了 事情均可在他 心想事成 终完成也就是他 仅一归一句 Open up panel 就达成了观察者和被观察者成为同一个人 观照者消融在观照中 成为观照本身没有什么是固定的了 在这人眼里 世界却是一个 和宇宙源头进化一起协同舞蹈的 不断浮动进化的流转 Enlightenment 700到1000 开悟 这是历史上所有创立了精神模范 让无数人历代跟随的伟人的能及 这是强大灵感的能及 这些人的诞生 形成了影响全人类的引力场 在这个能及不再有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分离感 取而代之的是意识与神性的合一 这是人类意识进化的顶峰到来 这个能及 不再对身体有我的执着 不再对其有关注 身体成了意识降临头脑的一个工具 它的首要价值就是连接着两者 这是非二元性的 是完全合一的能及 在历史上达到这么高智慧能及的人 这些伟大的阿凡达 Avatar 道成肉身的神 用主来称呼最为合适 他们是 主克里希纳 主佛陀 和主耶稣基督 一个人有时候的能及高 其他的时候低 他的能及水准是所有这些时候的平均数 能及的起伏跟一个人的心境直接相关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一个人人缝洗是精神爽 也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Abraham Hicks 教导我们要快乐喜悦的根本所在 当你喜悦的时候 当你出于那些高能及的心境的时候 你的吸引力会是成千上万倍的增强 好 谢谢 再次夹准备